然后,那个算是自杀 那如果像按你的头这个动作的话,再不能放在那个 因为你现在是在可以放Touch Start的地方用 那如果没法在Touch Start的地方用,放是不能用的吗 如果不是在Touch Start的话,你也不会按我的头 因为Touch Start的功能是可以被按的 如果你放在State Entry的话,是如果我打开这个东西的话 你才会执行,所以没法按 然后,要按的部分只有Touch Start 然后,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问题了 那你Future Work的部分可以再解释一下吗 我不是很清楚你想要做什么 就你最后不是说你想要什么什么 做那个 对对对 我以后要做的部分是 刚才的那个动作 你是你要按我的头 你就有动作 可是我要 你不用按我 我可以 控制你 是 可是 Second Life还没有给那个权力 所以你有办法做 然后 光剑的话 要做更好的光剑 然后工作更多 之类的 然后 Double Light Saber是 比如说呢 这两个东西 一个在 左手 一个在右手 就有两把光剑 他们就会把它 合并在一起变成这样子 只是这个也 没你有想到 什么办法可以把它连在一起 然后 Animation动画 一定要做好一点的 然后 Lighting的话 只是一个背景 算是一个背景 然后 HUD是 大家都是知道HUD吗 呃 HUD是 比如说呢 我 这个attached to HUD HUD的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 萤幕上面 你可以放 1 2 3 4 5 6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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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5 6 9 9 你看这里不是有我的关键吗 我远远的按 他还是可以咨询 你看在那边他有自己咨询 所以我不用按他就在这里 比如说我按下 他就在那边 虽然这个关键没有用到 所以我换掉他 这个就是HUD的功能 我想要用他 就是只有这个关键的话还不用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可以用到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我的weapons可以用在那个 Jedi arena部分 然后可以加那个damage 上一次我有加过 可是我没有那个可以 一个人要被我杀的 所以我还是不走 那个地方 他那个地方是被打到人就会往上弹 你刚刚那影片播的是人被打到就会往上弹 最后一个吗 对 弹 他不是人不是 好像被被剑摸到之后他就往上飞 他 不是 他是可以自己跳 然后跳的话 如果你被打到的话 如果你被打到的话 你就会死 好 好 好 这就是我的weapon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了 那就 thank you 谢谢